为艰难勇往前行 严宽恒 严宽恒出场这一幕 确定获得国民党提名选立委 侯友宜还不忘推了卢秀燕一把 让他跟严宽恒能站在一起 严宽恒 斗蒜 严宽恒 斗蒜 胡口号象征披战袍 这场国民党记者会 底定中二立委选举提名严宽恒 正当记者会结束之后 继续为台湾人民打拼 管不了背后散场一片乱 卢秀燕当其母亲 牵着台中三位立委候选人 再次喊口号拍拍照 国民党拍板提名 也让严宽恒挑战林静怡的 赛举确定 国民党进入正式的提名 这是好事 因为也让大家地方的 整个选战尘埃落定 吴日欲却朝人公董座站中间 一旁是严宽恒 另一旁是林静怡 两人恰巧同场同框 但为了选举参拜 同时现身 还有这个 一年多前政治立委补选阶段 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当时两人都曾穿上白外套 不约而同 前往吴日践性功成败 严宽恒在记者会后 并未受访回应 批上立委选举战袍 象征回国复仇中二选区 林静怡则是拿出三个基级 转述选民对她的满意度 与期望值 两人将在中二选区 再度一决胜负 三十五台北台中 纵路报道